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即使标有照片和影片为证的海外代购 其实也难逃作假 专家调查 所谓海外代购其实不少是乡镇制造 从产品到相关证明 已形成造假产业链 网络平台上的海外代购比专柜便宜 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 如果是卖家发布在海外商场的买货实拍图 并提供海外购物收据以及产品身份卡 和境外收获的快递单 这样更能消除许多消费者的疑虑 北京晚报今天报道 北京市价格认证评估鉴定专家张琛 经常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造假手段 他发现一些标榜海外商场的照片 其实是一间经过布置的小房间 让人觉得照片中是在专柜购物 有些代购卖家会将采购过程拍成影片 包括商场环境、结账过程等 但其实他只代购了一个商品 几个卖家却共用相同影片 卖出好几个同款商品 到达买家手中的很可能不是影片中的真货 而是假货 此外,一名快递业内人士表示 在地下工厂众多的地区 会有中间人收集境外的快递单号 然后进行转卖 即使是你从福建发货 但是物流资讯上显示的却是香港 代购口中的购物收据、消费凭证、产品身份卡等证明 同样可以定制 一名专门从事票据印刷的商家说 一次购买100套以上的购物收据和刷卡单 购物证明 一整套价格不过人民币三四块钱 这些海外代购的商品如果是高价精品 卖家通常还会再多花点钱买防尘袋、包装盒等 整个来看打造名牌身份 也只需要人民币几十元 张晨说大多数精品会有序列号 相对应的是生产时间 这些资讯也要和票据匹配一致 他认为网购精品的风险大 消费者应尽量选择有诚信的商家